我叫大米,来自英国 我是一名西餐厨师 但我酷爱中国美食 我将开启一趟美食之旅 云龙,一个云南小县 不是你的旅游首选 这里群山围绕 河流在谷间穿梭 如同阴阳八卦图 我将寻找这里的美食 这口快啊 还有啊 没有 好,成功了 对立的和谐 体现在云龙食物冲突的味道 我与香岛约好在餐食场见面 他将带我认识云龙美食 你好 您辛苦吗 你好 你好 我是大名 大名 股大哥对云龙美食撩汝之掌 同时他也是一位茶师傅 他要找我做大理白祖最有名的三岛茶 闻到香味了吗 闻得好了 我就迫不及待先烤吧 自古以来 茶对白祖非常重要 抖转心仪 他们慢慢发展出自己特有的银茶文化 闻得特别香 我听说三道茶就是三种不同口味的搭配 达到完美平衡的境界 就像这碗面一样 就是柠檬和辣椒做一个平衡 特别好 太兴奋了 我无法想象尝起来究竟是什么味道 三道茶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欢迎客人 首先我们要把茶叶烤到黄褐色 让它这样有个方管 就让你烤菜 这个茶我们烤的时候 为什么要这样抖着 你听到茶在里边刷刷的响 这茶要用五官来感受 我从来没喝过这种茶 白祖非常讲究茶道 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就说 家里面要给祖星星倒汤杯茶 以后才能去吃早点 所以你要是不进茶的话 你就是对不起祖宗了 祖宗没喝茶你就开始吃早点了 来 这次我当主人 让客人 我给你倒呗 来 行 比我想象的要好喝很多了 这好味 它有点辣呀 花椒 辣椒 而且我估计这个水 时间泡 哇 这花椒的味道 一苦 二甜 三回味 等等 茶渣盐 而不是炸糖吗 古大哥告诉我 盐巴来自诺登村 我想那里就是我要寻找美食的地方了 听说过是那个火腿的地方吗 是诺登火腿 就是用这个盐烟制的火腿 他说有个朋友能教我做这个有名的火腿 但是有个挑战 诺登还有个活动呢 好像是这个龙王会吧 到时候你可以去那地方 把你的这个特长给他们展示一下 你也做几个菜吧 真的假的 在龙王会给一百个人做饭 看来我要疯狂忙碌了 古大哥说要想得到村民认可 结合传统美食和西餐创意最好了 他说有一位大厨在云龙 我一定要向他学习 你好 你好 您是李阿姨吗 是的 李阿姨答应教我做豆饼 这道菜很少有人会做 而李阿姨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首先把白扁豆干和鲜米干烧成炭 豆饼你是做了多少年了 我做了二十年了 在温水里沉淀 水就变成了整水 下面就是清清的水 面粉 这是面粉 这是糯米面的面粉 这面粉不是一般的面粉 糯米和灶角混合泡水 然后抹成粉末 现在我们加上盐水 揉成面团 那这个水就直接倒是吧 你就直接倒 这个是芋头 绵绵的 绵绵的 我尝一小口吗 不能吃 他会叫你邪徒忙的 我是个坏学生 我说了吧 芋头打成张汁 放入正好的糯米 让它更均匀揉韧 到了吧 我们现在准备擀面 就快下锅了 你打开 我有点担心我作乱了 我弄乱了你的节奏了 看一下 看 一点浪费都没有 好 阿姨 好 放进去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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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吃呢 阿姨说豆饼配什么菜都合适 也能直接吃 特别是喝酒 它就是下酒菜 下酒菜 完成了 它就吃醉了 好 咱们俩就分一半吧 怎么样 好 一半一半 我要少在这边 我要少在这边嘛 你咬一口就知道 这个豆饼有多脆 那你要喝久一点吗 谢谢你教我这个豆饼 走你们走上来 谢谢 云龙第二个味道 是古大哥最熟的 茶 他让我去找他的朋友小杨 你好 小杨是吧 对对对 小杨家几代人都在宝峰种茶 他是找我茶叶料理最佳人选 哇 这风景太美了 宝峰以中茶为主 小杨从小在这儿 充满茶香的环境长大 一般就是我们采摘的话 就是采摘 铝牙子 这个就是一牙二叶 不错吧 咱们俩比赛怎么样 可以 好 我要宣布 今年2014年 拆茶叶比赛 终时开始 好 拆的口快 你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对 叫我偷茶叶了 没有 是不是叫我偷茶叶了 对 我偷茶叶了 好了 好了 我负了 输了 偷强了 要不咱们不玩这个了 行 那咱们玩吃的了 那我们直接去做两瓣茶叶吧 是不是有点苦 嗯 我是英国人 了解茶叶 但我从没想过吃它 小杨现在教我一个简单的茶叶沙拉 首先我们必须把茶叶过水取掉苦味 让茶叶更嫩更香 你看 苦味有没有 现在不苦 有点味甜 哇 然后混合各种调料 现在还少了一个重要味道 这个就是桃醋 桃醋啊 我从来没尝过这么甜的桃醋 它还可以帮助消化 加白芝麻 再拌一拌就完成了 哇 实在 没受过这种搭配 嗯 我喜欢那个白芝麻 小杨说这只是其中一道茶叶料理 还有更多菜可以做呢 那是谁呢 回来了 这是谁呀 这是我弟弟 你弟弟啊 你好 怎么称呼啊 小杨吧 又是一个小杨 两个小杨一大米 他们兄弟很会做茶叶的特色菜 这就是一个茶叶单饼 对 还有这个猪油的香味 好油啊 但是 这肯定好吃 还没煮完呢 特别香 火腿在我们这平时还可用 第二道菜就是那个火腿炒炒业 火腿炒炒炒炒 Yi 火腿炒炒炒炒炒灭路 以此这里的人吃假自己做火腿 仰家兄弟也不例外 看这个肉上的颜色 两道菜都吃得出茶叶的味道 太好吃了 这里边我觉得茶叶 是当 就是 它当另外一个角色了 在这里边 它就是助角 对 这个是茶叶的清香 融入都在鸡脏里面 没错 而且呢 因为我们是切断嘛 不是整个叶都要吃 所以呢就是 茶叶的味道没那么浓 就是鸡蛋的味道比较 你个人觉得哪个最好吃 结果出炉了 这道菜让我想起了 我要找的那道美食 诺档火腿 诺档坐落在高山的陡坡上 一个古老的小村落 最有名的美食是什么呢 你猜对了 诺档火腿 我马上就去找一位师傅 见师傅 杨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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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 研制火腿 研制火腿 当我看到火腿这样挂着 我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很多呀 师傅 赶紧穿说秘诀吧 你要想学了 我们可以去菜市场 跟选一只 我会教你怎么做 那我们先去菜市场吧 去买个火腿吧 可以可以可以 行 走吧 这里到处都是猪肉啊 像这种 这种怎么样 那这一块 我们要在这挑选完美的猪腿 这个太小是吧 那像这种呢 它太小就不需要 它那个 我们需要就是一个 整个的有脚有腿 对 这个肉可以用吗 杨大哥终于找到新意的猪腿 一条肥瘦比例完美的猪后腿 杨大哥说漂亮 那就是漂亮了 快回来 回来 算完二十三斤就好了 哎呀 漂亮这火腿 走 你就开始吧 不行不行 你要先学做落凳盐 落凳藏是中国最富有的村落之一 生产炸盐 元宵南亚 今天 盐伤已不敷存在 但盐仍是 落到火腿的关键成分 小刀盐 你要拿这个 好的 怎么拿 这样 我们一起去去卤水 这座盐井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精就是这个 对对对 我肯定要尝尝这盐水的味道 现在淡了 它淡水它卤水 坏消了 这个已经算淡了 那之前是有多咸啊 东木你太厉害了 走 有个牌子 我猜 OK 等一下 上面 再上去 再上去是吧 在这个地方 发起 我放 你发起 行 发起 我放 好 对 对 可以了 咱们就 轮着背一背 没事吧 原来你是用头去背啊 我们又开始烧 烧 烧 烧梯子 对对对 我们回到家里准备火腿 这个我用做小剑 先用火烤猪腿 再把白酒揉在猪腿上 密封肉汁 让肉里的水分不会跑掉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落得里的一种垂头 那么 比如说你吃什么 其他的火腿 你吃别的地方的火腿 你吃得惯吗 吃不惯 吃不惯 现在杨大哥 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 他准备一个三年的火腿 我相信 这个跟我吃过的火腿 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是个天才 我要杨大哥试试三种西方传统的火腿吃法 其实我们在西方国家 我们习惯了 就是吃这种生的火腿片 我们会配一些甜的 配上哈米瓜 杨大哥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配上烤屋花果和蜂蜜如何 新鲜 软一点 软一点我们再弄 火腿与奶酪也非常搭 但如果配上当地如山呢 那如山你不喜欢啊 很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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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杨大哥喜欢吗 我也尝尝 这个可能是我其中最喜欢 就是吃的搭配了 俗话说 入乡随俗 我来到诺腾 当然也要尝尝杨大哥的当地吃法 我相信 还是这边当地人的吃法 还是最好的 大蒜 香菜 辣椒 陶醋 第四个大配 尝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火腿 这个东西 不管怎么配 都会好吃 对对对 别香配香 大米 你已经学到 足够美食 让村民喜欢吗 龙王会到了 我按照约定 做菜给村民 典礼折束后 他们马上就要吃午饭 我没多少时间了 那我得先开始准备 中国人相信 四海龙丸 掌管市上所有的水源 江河湖海 龙王会是为祭祀龙王 祈求一年逢条余顺 第一道菜呢 是做一个意大利的 中国的灰饭炸球 我们用糯米混合葱 香菌 蒜 还有火腿 这道菜香不香 香脆香脆的豆饼 没有你怎么办 看来有一些 好奇的村民想帮忙 现在呢 这个都准备好了 我要不要先炸吧 给你们吃 怎么样 这么多人来帮我 我根本不需要工作了 感觉可舒服啊 好漂亮 阿姨们要走了 所有的助理都走了 他们也要忙 我也要忙 现在做第二道菜 话说 第一道菜 相当成功了 我的第二道菜 意大利风味十足 意大利面呢 用当地的儿司 来代替面 所以呢 切洋葱 我最爱这里的食材了 特别是小番茄 嗯 非常甜 主要是番茄的甜味 再加上火腿的咸味 这种搭配非常好 这张需要二十分钟 我得抓紧 与其他地方不同 这儿的龙王会 使其手不要降鱼 这样卤水就不会变淡 能做出品质最好的盐 非常好 那么这二十分钟呢 我用来做甜品吧 甜品我用的就是陶 这边当地的桃子 还要用茶 你看 多新鲜这个 我有点舍不得做 我直接吃就好了 嗯 看看谁来了 哈喽 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古达哥来看看 我做的菜 十五分钟 哦 这不错 哎 必须的嘛 哈哈 要做茶的甜点 很简单 先把绿茶 加上白砂糖和红糖 最后把桃子泡进去 那要把这些味道吸在里面去 就是 就是 那好的 那待会儿品尝你的菜啊 我到里面去看一下 行那你先忙吧 好好好 回家见 好 回家见 好 店里马上要结束 快要开饭了 赶快赶快 好 过来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了 OK 这个酱就好了 把酱倒在耳丝上 我的中式意大利面完成了 第二大菜可以了 这个叫 意大利 诺等 米兰内斯 耳丝 意大利面 创意菜 这名字好长啊 只剩烤桃子 我的甜品就做好了 刚好赶上 店里摘树 我送菜给他们 看他们感觉如何 不错吧 但是杨大哥已经短不及了 太漂亮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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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再给你 顾大哥 我希望他们喜欢 你看烹盘 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事情 烹盘 这是酒吗 这个菜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面团很好 还有这个香 脆 是吧 里面有火腿 但是这个桃子的话挺了一点 还有一个呢 意大利这个耳丝面呢 酸味够 但是辣味够够一点 但这也是 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差异吧 各位 终于到我们了 我也还没吃呢 我怎么会忘记我的火腿师傅呢 我喝了现在已经不少了 但是呢 现在剩下最重要的桌 就是我们这一桌 所以必须得回大碗呢 好 少喝一点 得多吃一点 好吃吗 好到碗里了 太漂亮了 漂亮 不错不错 这个味道挺好 好吃吗 他喜欢我的菜 实在让我太开心了 然后说 意大利 可味 这次在云隆 也话说 特别开心 认识他很多朋友 收获也特别大 我也喜欢下一个目的地 也一样好 也一样愉快